曼此源的同学们大家好 在上节课里面我们对BOD的概念做了一个介绍 并且对BOD的内部结构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在这节课里面我们将对LodoJS的BOD管理做一个介绍 那么讲解BOD管理之前我们先介绍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NPM 这个NPM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全称叫做LodoPackageManager 什么意思啊 就是LodoJS它是保管理工具 这个保管理工具在哪里可以下载或者是在哪里安装呢 我们打开这个CMD命令 我们在命令行下面敲一下NPM 回车 过一会儿它这里显示一堆东西 这一堆东西里面 如果能显示出这些东西说明你这个电脑上已经安装了什么呢 NPM这个管理工具了 这里它显示了很多东西 这里一个 where is where command is one of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NPM下面的命令 来对包进行系列管理 这个命令很多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讲完啊 我们只会挑几个来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查看一下当前我这个NPM 那么它那个一个版本是多少 那么NPM-version 就是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回车 那么这里显示出了当前的版本是多少呢 2.14.7 这个NPM它是由这个 目前这个loaded.js的掌门人 它开发出来的一个管理工具 而且它也专门一个网站 来管理我们这个 一般程序员开发出来的包 它专门一个网站 这个包站 来管理 那么现在我要管理 我这个包我怎么管理 我想发布给别人使用 我在上几课里面 我已经自己应用了一下 没问题 那么我想发布到网上去 使用给别人使用 我要发布到网上去 我怎么发布呢 它这里还有一个命令 叫做publish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publish它怎么使用呢 npm-gang 直接是publish 然后后面给什么呢 后面给你要发布的包名 比如说刚才我那个包名叫什么呢 m-p 那我就直接再写 但是啊 在当前目录下 你一定要有这个包 没有这个包的话 它是发布不了的 那么所以说 首先我要切换到什么呢 切换当前我这个包所在路径 那么看一下这个 webestone里面 看一下这个包所在路径 在哪个路径下呢 它在低盘下 webestone projects 然后这个demo01 这个目录下 那么首先我们切换下路径 低盘下 低盘 cd webestone story webestone projects 然后下面什么呢 demo 01 dr显示一下 那么这下面有个什么呢 load modules cd load modules dr 显示一下 这里出现个什么呢 npm这个包 就是刚才我们开发出来的这个包 就是这个npm 那么我们看一下里面结构 是不是我们刚才想要的 dr cd dmp dr 显示一下 正是我们刚才开发出来的这个包的一系列内容 那么现在我要发布这个包 我怎么办 怎么发布呢 我们再看一系列命令 npm 抄一下 好 这里显示出这一系列命令 我们通过publish来发布 npm 加上publish 跟上我的包名 np 然后直接点发送 直接点这个发布 好 他这里包了一个错 啊 他这个需要什么呢 这个机制啊 添加一个用户 也就是说 需要你这个当前的电脑上 创建一个用户你才来发布 因为这个 loads的掌门人啊 他管理这个包的时候 你必须要注册用户 你才可以把你的包 发布到他的网上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我这个用户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用户怎么创建呢 他这个npm.adduser 直接创建就行了 因为我这里创建好了 我就不创建了 我就直接登录了 那么登录这个用户怎么登录呢 他这里有一个命令啊 叫login 这么一个命令 那么npm -login 回车 好 他这里叫我输入用户名 输入一下 x6 7 6 3 3 2 9 7 回车 那再输入我的密码 输完回车 再输入我的邮件地址 回车 再输入我的邮件地址 回车 那么现在我就在那个 已经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怎么查看我这个用户到底有没有登录成功呢 他这里还有一些命令可以查看的 叫什么呢 最后这个命令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其实是三个单子组合起来的 叫who mi npm who mi 回车 好 他显示出当前我这个登录的用户名叫什么呢 x63564297 这么一个用户 我登录成功过后 我再来发布我的包 npm publish 然后这边上我包名 nm干什么呢 p 回车 稍微等一下 好 他显示出一个加号啊 npm 我发布的是 0.0.4 这个版本 我们看一下啊 pngjds里面这个包名啊 这个包的版本确实0.0.4 已经发布到这个 这个网站上去了 那么这个网站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我们打开标准器啊 这边有一个 管理这个load.js包的一个网站 他叫什么呢 http 3w.npm js.com 回车 好我们看这里啊 这是一个什么呢 他这里有一个英文 npm pngj manageoff 这个 这些东西啊 他说这里是专门一个 管理那个 包的一个 一个 npm管理包的一个 管理器啊 好 我们在这里可以什么呢 他这里显示 find pngjs 就是可以在这里查找pngjs 刚才我发布了一个叫什么呢 发布了一个叫 mp这么一个包 我可以在这里面搜索 回车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搜到这个包 你看看这里啊 mp就是我刚才我发布的 他做的是什么呢 ax63564267 啊 他版本是什么呢 0.0.4啊 正是我们刚才发布的 那么这个网站里面 他是用来干什么呢 他是专门用来 他专门用来管理什么呢 管理这个 所有为这个 noleges开发包的一个 这么一个网站 这么一个网站 这么一个网站库啊 他们这个这么一个 包包的战库 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 很成熟的一包 啊 就是我们这个noleges 这是一些框架 框架包 比如说我们的express 他是我们在后面 讲那个web开发的时候 用到最多的一个框架啊 还有这个什么呢 bower 啊 这个ground 等等一系列啊 这里很多东西 这些包相对来说 是比较 啊 对于我们来说是 比较开发起来是比较快速 比较高效的一个 一些插件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在 后期开发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些 框架啊 这些包 那么现在啊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包 它可以发布到什么呢 发布到这个 loader.js 对应的官网上去 那么这我们可以从 官网上再来查看我们的包 啊 这个里面它显示出了什么呢 在这里面它显示出了 当前这个 总共有多少包啊 总共有多少包 这里有20多万块 那么这里是上 昨天啊 下载量啊 这个是上周的下载量 这个是上个月的下载量 可以看到啊 这个loader.js的下载量 它是 相对来说 量比较大的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个 npm上下载东西 啊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网站啊 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网站记住啊 以后你需要 哪些包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上面搜索 啊 这点查得到 啊 那么这个是包的发布 发布好了过后 能在这个网站上看得到 那么如果我发布了过后 我想 啊 取消发布 就是我这个包如果 我不想发布了啊 我不想 不想给别人使用了 啊 那么那么你可以什么呢 通过命令来取消它 那么怎么取消这个发布呢 还是npm 他在取消发布 他他这里有个命令叫做什么呢 叫做 unpublish 我看一下 unpublish 这里 啊 unpublish m-p啊 回车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取消我们这个命令啊 啊 能不能取消这个 发布啊 啊 他在提示这个东西 那我们再搜索一下 这个到底取消了没有 没有 如果取消的话 那我们再搜索搜索不到 看见没有 还搜索到了 还搜索到了 那说明刚才我们的取消发布 并没成功啊 那么为什么没成功呢 注意 我在取消发布这个 这个 这里命令好像写出了 一文 好我在取消发布啊 啊 他就报了个错 我这里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呢 因为你这里取消发布的时候 你看这里啊 他格式 他跟你自己列出来了 首先 npm-unpublish 这project就是你的包名 后面他这里加了个什么版本 啊 我这里这个包啊 他版本是多少呢 是0.0.4 所以说我加上这个0.0.4 加上这个版本 再取消 好 他显示了个简号啊 npm-0.0.4 这么一个东西 这时候说明你这个取消发布已经成功 我们在这里再搜索一下 看有没有npm这个包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已经没有npm这个包了 已经搜索不到了 说明我们取消成功 那么这就是取消发布和发布包的一个 命令啊 这个大家上来多练习一下 这是对包的一个管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这个网站上的手页啊 他这里有很多包 比如说这个express 我想使用这个包 我怎么来怎么来下载它呢 那么要下载这个包的话 还是通过npm这个包管理工具来实现 npm 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命令叫做什么呢 叫做install install 我们找一下啊 install 这里 这个命令 他可以实现对包的一些安装 他安装什么安装呢 比如说啊 现在 我看一下我这个当前那个 loader modules下面有哪些目录啊 他这里有个什么呢 有个npm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我刚才制定的包 那么我先回到上一层 回到什么呢 回到这个demo01这个项目下面 他这里有个loader modules 好 我在这里呢 安装什么呢 安装express这个包 我在安装这个express这个包 怎么安装呢 npm 那个install install 后面跟什么呢 express 直接在写 我一回车 那我们等待一下 好 那么它显示出这么一些东西 说明当前 当前我这个express这个包 已经下了成功了 那么怎么可以查看这个express 已经下了成功呢 我们dr显示一下 这里并没有express 那么它在哪里呢 我们先进入了这个loader modules 这个目录下 dr显示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多了一个express 而在刚才我们只有什么呢 只有制定了一个 那个mp这个包 而现在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express 说明我们这个express 它已经下了成功 大家注意了没有 刚才我这个下载的包的时候 我是返回上一层来下载的 它为什么自动 给我把这个express 放这个loader modules下面 这就是包的安装的时候 这个npm它自动 会给你在当前目录下 寻找 它首先是会寻找一下 当前目录下 有没有loader modules 这么一个文件夹 为什么它叫loader modules 呢 因为这个load.js里面 对这个包的管理的时候 它默认的目录就是什么 就是loader modules 它搜索的时候 它也是按照这个moder目录搜索的 所以安装的时候 它也会 如果这里不存在的话 它也会自动给你创建一个这个目录 如果这里存在的话 它直接把那个下载好的包 直接放到这个目录下 它下载的时候怎么下载呢 它把这个express 从网站上把压缩包 直接那个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然后通过什么呢 通过解压的方式 解压到对应的load modules下面 这个文件夹下面 那么解压出来它就是个什么呢 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解压出来它就是个文件夹 我们cd是什么呢 cd是个express 点儿显示一下 我们看看这里 这个里面它也有目录 Libu你看没有 也有Libu目录 也有什么呢 loader modules 说明它这里面还用了别人的纸包 别人的纸包 这里还有什么呢 还有pngs.json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包的配置文件 这里还有一个index.js 就是包的入口文件 还有readme 这么一个 这个阅读文件 就是这个包的一些 详细描述文件 它这里都提供了 这就是express 我们这个下载好的项目 我们可以直接什么呢 直接倒到这个里面来 直接使用 这个webstone 已经自动给我什么 显示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里已经存在了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pngs.json 它是怎么配置的 你看这里 它配置的相对比较详细 相对比较详细 它就比我那个配置要详细多了 但是它的格式 跟我那个是一样的 你看也有Lim 也有Description 也有版本 也有作者 也有什么呢 这些等于一系列属性 等于一系列 好 那么这个是包的一个什么呢 下载 那么这个包的下载的时候 它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方式 叫什么呢 npm insta express 按钢 钢G 那么这里后面将钢G这个参数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你这个包是作为全局安装的 这个全局安装 跟那个一般的这个局部 就当前目标下安装有什么区别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 来注意这里 我说这个全局安装这个概念 这个全局安装不是说你这个包安装好了过后 它是在所有目标下就不用倒了 就直接可以使用了 不是这个意思 它什么意思呢 它说你全局安装好了过后 它会自动把什么包里面的这个 我们不是说上次不是说这里面一个 这里 这里面不是一个B目录吗 就是二丁次可执行文件的目录 它会自动把这个路径 可以到那个load.js 那个pass路径下 也就是说 你在那个命令行列任何位置都可以执行这个二丁次文件 它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你用那个局部安装的话 它只是在当前这个 这个express下面可以使用 而在其他路径下就不能使用 它就这个意思 这全局安装 它并不是说这个包就安装了任何路径下都可以 直接不用导入就可以使用了 它并不是这个意思 你用全局安装 它也会在当前目录下 找有没有那个load.js 这个文件夹 如果有的话 它就直接把这个当前这个express 安装在load.js下面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新建一个 再把express解在这个目录上面 那么我这样写的话 它会默认会下载这个express 当前最新的稳定版本 给你下载下来 如果你要下载其他 其他以前的那个老版本的话 你可以加个什么呢 在adf号 后面写版本号 比如说写个3.9多少 3.9多了多少 这样写啊 那目前我就下载最新的 这就是对包的一个下载啊 那么包的一个下载 我们讲完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npm里面 还有哪些命令 当然这个 它这里面还有很多命令啊 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这个 logout 这个 刚才我可以用login登录 我还可以什么呢 我还可以用logout登出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npm logout 等一下 好 登出成功 那么登出成功怎么来延迟呢 刚才我们登录了过后 我们可以用个who mi 这个命令来显示 那么这时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who mi 这个命令 来 来测试一下 到底我们登出成功没有 登出成功没有 好 这里啊 它已经爆出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这里 这里这个用户已经什么呢 已经登出成功了 它并没有在线了 这就是包管理的一些常用命令 这些命令我就大概先介绍到这里了 其他命令大家如果想使用的话 你可以什么呢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查看 比如说我不知道什么呢 我不知道这个test这个命令 它是干什么用的 或者show这个命令 show这个命令 我不知道它干什么用的 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npm help 像这个 再抢上你的命令test 或者什么呢 show 那回车 那么待会它会调用你本地的一个 这个浏览器 将你这个本地的一个文件 给你显示出来 本地的一个extumer文件给你显示出来 这里它会详细介绍这个命令的使用方式 以及它的描述 这种方式就可以查看什么呢 就可以查看你不懂的命令 怎么使用 好 这个对包乐歌管理啊 这些内容我们就大概讲到这里 这些课我们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